刚刚这个地方呢 我们相当于只获取了一下这个图书的 列表页这个地方对不对 列表的第一页 但是翻页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来呀 那翻页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得去翻页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下页在哪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呀 下面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规矩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它是在一个逆标签下面 逆有class就 next 对不对 我们找一下当前这个U2的想象里面 有没有这样一个class next的逆标签 那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A标签呀 这个地方的A标签呢 是不是就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有了对不对 表示有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提出来呀 但是最后一页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我们还得看看它什么时候停止 对不对所以我们去最后一页看一下 然后呢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那个那个 我搜一下 是不是没有搜到那个标签呀 哎搜到了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next的num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我们使用next的这个class 定位逆标签是不是定位不到这个逆标签呀 而它们下面呢 A也没有hearth 是不是求到呀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下一的U2地址 使用期权也非常简单 下一 那就是next的 U2地址 U2 等于什么呢 等于response 叫xpass 看看A标签是不是 A标签 不是D标签 at class 等于next 对不对 然后下面A下面呢 atcurve对吧 是不是这样 extract first 学到之后呢 在这地方 U2地址是不完整啊 是不是U2地址是不完整啊 It's not a none 刚才不仅没有注意哈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这里说的next U2地址是不完整啊 那既然U2地址不完整 我们是不应该补权啊 补权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谁要什么呢 import urlib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一下 那就是urlib.parse.ur.join 对不对 那就是response的ur 和什么呀 和next的urjoin在一起 对不对 那就是next的ur 等于他 所以我们勾到一个请求 一要的是graphy的 带载rrequest 然后就是next的ur 然后呢就是什么呀 callback对不对 等于什么呀 self这样 parse booklist 对不对 是不是他自己啊 meta是不是要传呀 item item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看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前面我们用了一个deep copy 我们这里是不是还没有用呀 这地方是不是要用一下deep copy啊 不然的话 所以可能会有重复哈 在这个位置 那deep copy之后呢 这个地方还需要deep copy吗 这个地方是不需要deep copy 对不对 是不是不用呀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看看看一下我的ip地址 ip地址 应该是一个是82是吧 是这个ip地址吗 还是这个呀 82对不对 82.64 这是我的ip 然后呢我把我的setting里面呢 这个realist的地址呢 改成这个地址 那大家到处呢就能碰它连接上来了 那么我把我的这个代码呢压缩一下 那在book这个地方压缩一下 那大家这个时候可以上下费Q 然后我们把代码给大家发过来 给我发个消息 嗯 压缩到了吗 之前那个爬中群呢有加吗 没加让帮长给大家拉进去 这样吧 这样一个爬中群里面有500多号人了 对不对 有问一个在里面问 看他们在干什么天天的 他们里面一般 都是聊正事啊 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不干净都被我踢了 所以大家呢也是一样的 在下面在里面聊天的时候呢 都说一些都聊些健康的 记得有营养的 不要把什么 什么 什么抢红包啊 什么买天包早的 每堂外卖上红包啊 不要放我们发啊 大家现在抽到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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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